中投最近入股这个保利 这个对保利来讲 我觉得是有一个比较重大的心理的知识 为什么呢 我们同样的留意到中投目前的一些所谓投资策略 从境外的目标转移去境内 这个更加凸显了 它在选择公司方面来讲 可能是有它的一些眼光跟物调公司来讲 有一定的潜质吧 同步来讲 保利都是会同样的收购若干的一些房地产的一些项目 这方面来讲 我觉得充实它公司的未来业务发展来讲 应该是有一个比较长远的支持的 短线而言吧 整个市场的情况来讲 对于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目前来讲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情况 这个对保利而言吧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特别的刺激作用 但是刚才说过的一些心理上的支持 应该会对保利的一些股价来讲 应该是有 我觉得是有一个越干的心理上的支持 但这些心理支持 究竟可不可以转化为实际支持了 就要看保利本身业务的进展 盈利的情况 会不会有新的突破 这方面来讲 就是市场比较关注的一个要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